预言真的可信吗 我国古代七大预言古籍之一 黄沃禅师预言很多都已一应验 这一次更是预测2025年世界获迎来巨变 而不仅是这个预言 还有很多预言家都预测到了这件事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黄沃禅师不知道大家对他了不了解 黄沃禅师他原名叫做西韵 据说是曹西六祖之哲森 也为在黄涅山出家 因此他也被人们称为黄沃禅师 而他可以说是当时著名的 一学家大成佛教高僧 曾在多地讲解佛经 深受人们尊重 而黄沃禅师预言师 这本书就是在唐武宗会昌二年 他与当时的宰相陪修交谈时所著 并被记录在了中陵路中 但只可惜现仅存部分稿件 很多都已不知所踪 但就是剩余的这些古籍 就预测出了很多大事 让人感到